交通部观光局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日前举办110年度年终记者会 展现去年观光行销工作成果 并说明今年重点工作 回首110年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澎管处人积极推广澎湖观光 半年2021澎湖跳岛101K线上自行车活动 自我挑战赛 单车追风成雷里活动 2021澎湖临头千古去 体验观光点亮村落 澎湖秋冬旅游主题游城推广等活动 让民众防疫之余 也能欣赏澎湖在地最负盛名的风景与文化 那我想澎湖的四季都精彩 四季澎湖的精彩一螺方 是我们今年度要来主推的一个四季旅游的主题 那我们推广的是春天的这个散澳季 夏天的食户季 秋天的体验季 冬天的防鼓季 那另外在我们这个春夏的这个花火节之后 我们会在八月九月 会来推广我们的追风音乐绝 那让这样的一个活动 延续我们品牌的效益 除了隐含的灯光音乐跟科技 以及风力 这样的元素 让澎湖的这个四季都更精彩 然后四季都有它的活动跟精彩 今年度观光行销部分 澎湖出将力推澎湖四季旅游 推广主轴分别为 春之陕欧季 夏之石户季 秋之旗延季 其冬之防鼓季 带领民众深入探索澎湖四季 不同的面貌 澎湖出强调 澎湖出将持续在服务优化 永续观光 旅游安全 友善环境 在地特色发展与国际行销面向努力 于疫情结束后 再创澎湖旅游荣景 并让世界看见澎湖之美 记者陈荣豫报道